Run这个字去年在中国非常火红 由于Run的汉语拼音为RUN RUN 也就是跑的意思 中国人用Run来比作逃离跑路的意思 这字其实也不新鲜了 我也不需要在这里多做解释 相信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了吧 中国许多二三十岁的正常年轻人 由于对国家和未来感到绝望 他们选择了用脚来投票 也就是逃离中国 到其他更自由更好的国家去发展 至于为什么我会强调正常的年轻人呢 因为不正常的都成为了小粉红 这群人矿中的人矿 通常没有被讨论的价值 这里就略过不谈 如果正常的年轻人都想认了 那后果可严重了 除了本来因为社会老龄化 而导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将会恶化之外 国家最珍贵的人才也将会大量流失 这一种想要逃离中国的焦虑 自去年起就在中国各大城市的 中产和白领阶级里面蔓延开来 但更重要的是 现在连中国的企业家也加入了润学大军 成群的企业家逃离这极权的中国 到世界各地去寻找他们财富的避风港 但老实说 这些企业家富豪们其实早就准备好了 转移资产去其他国家 是这些人一直在计划 一直在做的事情 这些企业家逃离中国不外乎几个原因 例如中共对民企的监管打压 连马云都得认到日本 再来就是为了躲避中共的清零政策 尤其是经过上海封城的企业家和富豪们 他们发现 自己再有钱也得去抢食物 抢物资 钱在中国并不一定可以保到自己的安危 尤其是在非常时刻 那这些企业家选择逃去哪里呢 ABC Anywhere but China 他们有的去都拜 有的去伦敦 纽约 东京 马尔他 还有新加坡 只要可以认出去就可以了 去哪里不是问题 因为有钱去哪里都不是问题 当然了 他们不会去什么朝鲜 古巴 阿富汗之类的国家 去这些国家不如留在中国 和普通中国人的认不同 这些企业家在中国经济 占有相当的分量 他们带走的不只是财富和企业 还有大量的就业机会 我在大半年前就说过中国陷入了信心危机 但这些中国企业家其实在更早之前就对中国的未来失去了信心 这些工商阶层和中共曾经有过一个新造不宣的约定 那就是你让我们赚钱 你怎么使用你的权力 我们也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只要你让我们赚钱就好了 但是过去几年发生太多事情了 让这些企业家留下了精神创伤 例如中共重罚了国内几个民企大佬 阿里巴巴就是最惨的那一个了 2021年被罚了182亿元 中共也诋毁国内著名的企业家 抱歉啊 还是阿里巴巴 也就是马云 其他例子呢 还有联想啊 抖音啊等等 说到抖音 张一鸣退出了股东行列咯 就连字节跳动 也被一家厦门新成立的小公司给吞了 持股比例高达98.81% 当然了 还有习近平的手起刀落 以一己之力摧毁整个行业的创举 哇 这世界上啊 没有多少个人有这等能耐啊 例如交培业 不少上市的交培企业股价 在短时间之内啊 几乎清零了 最致命的 当然是过去三年的清零政策啦 即使许多企业因此而陷入困境 清零中依然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 最后呢 他还是动摇了 放开了 这一点啊 让我很失望啊 清零中 虽然习近平最近开始改口风咯 说自己一贯支持民营企业 说自己也是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干过来的 还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啊 喂 你这看起来像是韭菜割了一波后 再来说好话来培养新韭菜的感觉哦 哦 企业家不是小粉红啊 你以为几句甜言蜜语就可以轻易说服他们吗 他们的收入和财富啊 已经被割了一波韭菜 他们对中共领导层 嗯 或直接一点说吧 他们对习近平啊 失去了信心 他们还会留下来再被割一波韭菜吗 当然不会啊 换位思考 如果是你啊 你也会选择离开 以保护自己得来不易的财富啊 对吧 你看啊 曾经的中国首富 马云都不能自保啊 普通的企业家 能有多大的信心 可以明哲保身啊 这些认出来的中国企业家 他们已经在其他国家 自由的 没有恐惧的生活了 他们不会再让自己 和自己的企业 放在中共的控制之下 因为啊 中国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啊 中国的法律 是要来管老百姓的 不是要来管达官贵人的 哦 简单点说吧 做生意最看重的 就是稳定 过去的中国啊 很稳定 稳如泰山 不论是中国自己的企业家啊 或国际商界精英 都乐于投资中国 在中国做生意 中国巨大的市场 以及人口红利 让企业家们忽略了 经商环境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法治 习近平和疫情的出现啊 唤醒了很多企业家 那就是中国过去 三四十年的经济 不管有多发达 它始终是一个人质国家 一个人质的国家 也就代表着 它很多的政策 都决定于一个人的突发奇想 一个人的急性 有一个说法 是我最近听回来的 是用来形容独裁国家的政策 非常好笑 但又非常贴近事实的说法 独裁者的政策 通常都是四拍政策 第一拍拍头脑 这办法非常好 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 第二拍拍胸口 没问题 就这样干吧 第三拍拍大腿 哎糟糕了 事情怎么和想象的不一样啊 第四拍拍屁股 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假装没事发生 烂摊子 人民买单 动态清零啊 就是四拍政策 最好的典范啊 那这些认出去的中国企业家 他们的财富避风港 首选之地 是哪里呢 马来西亚 的隔壁 新加坡 我在这里啊 说几个 我从新闻里面看到的 几个从中国认到 新加坡的企业家的采访 加密货币银行 初创公司 Flashwire的创始人 阿基尼王 说他在上海出差的时候啊 遇上封城 被困了两三个月 上海解封后 在去年六月 他决定从北京 移居到新加坡了 嗯 我想另外一个原因啊 是加密货币在中国 已经被禁止的关系吧 另一个中国企业家 是霍先生 他是咨询公司Lotus CR的创始人 专门做在新加坡注册公司 申请签证的业务 在过去的一两年啊 不少来自中国教育 游戏 加密货币 和金融科技行业的人啊 上门寻求他的服务 这些行业领域 都是中国政府过去几年 一直在打击的目标 这让这些行业的人士啊 不得不逃离中国 北京截魔科技的创始人 刘雨宁 他的公司呢 就是做游戏的了 刘雨宁也将他在香港的业务啊 转移到新加坡了 因为全世界啊 都知道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嘛 但新加坡不是 刘雨宁接下来啊 将使用他在新加坡注册的名字 向外发布和推广游戏 这几个中国企业家 只是冰山一角哦 认到新加坡的中国企业家 还有很多人啊 不然呢 新加坡的楼价 不会在去年涨了8% 今年专家也预料 新加坡的楼价 将继续涨个5%左右 这都得感谢中国的政策 以及中国对香港的管制等等 让大量的外资啊 纷纷进驻新加坡 而来自中国的热钱呢 高居第一 新加坡会成为这些企业家的首选避风港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新加坡75%的人口是华人 而且呢 说中文也没问题 同祖同中 同言同语啊 再来呢 便是新加坡和中国美国的关系都很好 东西方通吃 英文还是官方语言 新加坡人的英语能力啊 甚至比中文还巧 在这里和国际做生意 毫无问题 因为新加坡的清商氛围良好 全球视野辽阔 最重要的是呢 新加坡是一个法治国家 而且呢 还非常严厉的依法治国 也许新加坡在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啊 有一些限制了 但对中国企业家来说 尊重法治 不随一个人的喜好啊 去改变政策 这样的政府和中国政府比较的话呢 对他们来说 已经是好太多了 另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Pionex的创始人 陈勇 接受采访时这么说 新加坡不会在法律框架之外 打击一家公司或一个行业 新加坡的政策更有连续性 和其他企业家一样 陈勇在2021年 也是从北京搬到新加坡的 那问题来咯 为什么这些中国企业家 不选择去已经是二度回归的香港呢 香港现在已经被驯服了 学乖了 听话了 香港政府还说 香港未来五年 是从由乱到治 再走向由治及新的关键时期 那为什么他们不选择香港呢 我说了 企业家们的格局 和小粉红不一样的 他们不会贸然相信 国家宣传机器所报道的新闻 香港在回归前 以及回归后头五年十年 的确是中国企业家的 最佳避风港 但你懂的 2014年战中事件 以及20192020年 反送中后的香港 已经不再是那个香港了 香港已经成为中国 其中一个城市而已 它的金融作用 正在示威 香港政府在反送中示威后 通过国安法 再到没收资产 监禁报社编辑 改写教科书 许多人都认为 香港不再有司法独立了 香港政府就别再装了 连简单的边境开放 都要看北京的脸色 就别谈什么司法独立 一国两制了 你懂我懂呢 也因为这样 新加坡成为了香港 强劲的竞争对手 尤其是在中国富豪 存放财富这一方面 富士比亿万富翁榜上 最富有的十名新加坡人中 只有四名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 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 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升级 新加坡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缓冲区 刚才我也说过了 新加坡中美两边都不得罪 两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 两边都和他们做生意 而且还做很大 再加上新加坡的护照 非常好用 它是世界上最好用的护照之一 而且乌克兰战争 也让这些中国企业家意识到 手持一本外国护照 或至少获得其他国家的 永久居民身份 是有多重要 万一有天中国入侵台湾 手持一本外国护照 可以让他们免受西方制裁的影响 俄罗斯的企业和企业家 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了 俄罗斯富豪的豪华游艇 当时到处出游 就是为了逃避被冲工的下场 我记得有一艘还逃到去香港 没记错的话了 当然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这些中国企业家当中 是有不少人更希望留在中国的 如果没有重大原因的话 多数人都不想离乡背景的 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完善的基础设施 世界上最好的供应链 以及大量愿意加班的廉价人矿 只要中国在经商方面更自由 政府依法治国 中国企业家肯定都会留下的 当然了 很多事情都是事与愿违的了 虽然他们之中还有不少人在中国保留着一些业务 但是他们同时也不敢再随便冒险了 不会因为中国政府的劝诱 就回去中国增加投资 或开办新企业 他们学会了三思而后心 因为他们见过鬼都怕黑了 至于只有一桥之隔的马来西亚 为什么成为不了中国企业家的首选避风港呢 我的国家 说他完全法治 又有一点人质 说他稳定 又有一点动荡 说他自由 又有不少限制 说他经商氛围好 又有一点官僚主义 说他开放 又有一点种族主义 也因为这样啊 在马来西亚经商可以有很多可能性 你懂我意思就好了 也许马来西亚不会是中国企业家财富避风港的首选 但成为退休养老之地嘛 马来西亚绝对比新加坡好 可以考虑考虑 最重要的是呢 人来钱来就好了 那些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啊 共产思想和主义啊 就留在你的祖国就好了 别带过来啊 犯法的 什么都要懂一点 生活更精彩一些 我们下一集再见